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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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早請到黃醫生, 早安 早安 跟我們說說有關長者如何預防跌傷 好嗎 我知道內記經常說很容易跌傷 很害怕 其實在香港長者跌傷的情況 嚴重嗎 其實這個情況也挺嚴重的 超過65歲的老人家 十個裡面有三個會跌過 到85歲的時候 就超過一半以上會跌過 後遺症方面很嚴重 例如骨折、腦出血 甚至死亡 基本上就算是生還 他們可能會欠缺了安全感 經常都怕跌 有些可能會患上抑鬱症 不肯出門 甚至最後他們自我能力都會低的時候 就要去老人院住 那老後肌對於跌傷的情況 就不能忽視了 但其實哪一類的長者 會比較容易跌倒呢 是 其實提到一些高危的因素 其實我們可以分內在和外在 內在來說 例如老有記的眼睛 它有沒有白內障 或者是青光眼睛 看得不清楚就會跌倒 或者你的關節有沒有問題 例如有些退化性的關節炎 這樣就會跌倒 其他的例如柏金順症 腦退化症 這些都會令到會跌倒 不可不提就是老人家吃的藥 原來血壓藥 鎮症劑 安眠藥 這些全部都會高危的情況 剛剛說的就是內在 是 還有一些外在 例如說 家裡的燈光 地下的情況 濕滑 都可能會跌倒 其實原來這些因素 加起來 機會又更加高 所以要小心 是 剛才提到外在情況 有時候家人都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可以預防光線 可以開得亮一點 但是內在的情況 其實都比較困難 如果是的話 長者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面對處理疾症這件事 或者我們預防 最好就用這個 叫做醫療團隊的多方面治療 其實就是說 我們整個團隊這樣幫助老人家 是 我也奉勸老人家 應該首先去看一看他的家庭醫生 做一些診斷 然後可能有些藥要調教 如果手腳有問題 可能要做物理治療 或者如果家裡有問題的話 是 例如說 哪個燈光不夠 就要找一個物理 職業治療師 是 去給他一些提議 是 裝燈、裝扶手 這樣 其實這裡也提出所有的老友記 如果你超過七十歲 記得用你的醫療券 因為是免費的 是,沒錯 這也是英雅福利 沒錯 其實說了這麼多 老友記可以注意 或者請教主業人士 但我也想問一下 有沒有一些測試 其實獎子可以自己嘗試做 至少知道自己 我容易跌倒 那就再加倍小心 或者各方面的措施 再做足一點 你提得很好 有的 今天我們預備了一個老人家 去做一些示範 我帶了三個診斷 好… 第一個就是 單腳站立測試 麻煩安老先生幫忙 是 這個情況 老人家首先兩隻手 放在胸前 單腳站 這樣就能維持多久 盡量多久 一般老人家 其實可以超過十秒鐘或以上 如果少過十秒鐘 就要看醫生 就要請教醫生 好 第二個診斷 就是叫坐立測試 是 找一張椅子 老人家坐在這裡的時候 兩隻手都放在 像剛才那樣 沒有坐立 我們三十秒鐘之內 就叫老人家 站起來 坐下 站起來 可以儘量做幾次就幾次 是 一般來說 老人家可以做到十次以上 就是三十秒鐘做十次 平均這個動作 應該是三秒鐘左右 可以這樣說 如果少過十次 應該要看醫生 第三個測試 就叫起來走 是 其實把椅子放在一邊的時候 其實前面我們要計大約三公尺 老人家坐下的時候 我們開始計時 是 老人家一站起來 慢慢走過去三公尺 然後回頭 坐下 我們就 停止計時 通常老人家 就可以在十秒鐘之內 做成 那個老先生 也在十秒鐘之內完成了 是 不錯 不過這裡要說一下 是 因為其實我們不知道 哪一位老人家會跌倒 是 所以最好 都要陪同他家人 一起做這個測試 就是有家人在看著他 做這幾個測試 如果真的覺得 不合格的話 就可能要請專業人士幫忙 這樣才是最安全的 是 多謝黃醫生跟我們介紹了 是 老有記也要留意一下 跌倒是可大可小 真的 真的可大可小 沒錯 接下來有個有關運動的計劃 其實都很適合老有記 不如我們交給安德專 跟我們介紹吧 我們在這裏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